男生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你和女孩子一起睡 哪怕你天天洗澡 依然没有太干净 还总被骂臭男人 难道男生天生就是臭臭的吗 我去王大和 你和哪个女孩子一起睡了呀你 我两个月大的小侄女啊 哦 这也不奇怪 你平时是怎么洗衣服的 这还不简单 第一步 给衣服加水 第二步 喊他 第三步 瘾干 咦 怪不得你这么臭 你执育的家人 一定是给他用了金房医物护理剂 医物护理剂 那什么 洗衣也就像死面的 医物护理剂相当于精华 可以去除静电 还能使衣服柔软舒适 特别适合婴儿和我 这种皮肤敏感的人 可是我连自己的脸 都舍不得用精华 还给衣服用 我哪来的钱 可以在金冬家庭节购买呀 现在买价格更实惠 我现在就去买 我再也不是臭男人了 大和 我敢打赌 没有人用过一块完整的橡皮 我从小多到我妈 就给我买过一块橡皮 我买了一堆 看起来超美味的橡皮原料 四只一大堆 超美味的橡皮给你 里面有橡皮原料 两个板板 诸明书和一个加热盒子 首先把橡皮原料 捏成团团 嘿呦 嘿呦 好难捏啊 也不知道你每天中午 吃五个人盒饭的力气 都去哪了 然后让团团被两个 标形大汉压住 找一根小牙签 给团团剃牙 让它在水里游个泳 放进微波炉 加热五分钟 拿出来以后倒进冷水 让热血沸腾的团团 冷静一下 放进自制的小盒子里 第一个天天天完全了 是不是超可爱 再来一个可爱的冰淇淋 这个制作难度要高不少 做一个草莓味的吧 胖熊最爱吃草莓冰淇淋了 寿司送给音音罐 他太瘦了 希望他看见像皮鸡鸡的吃饭 假的最爱吃饼干 做一个冰淇淋夹心的给他吧 做完了 选几个喜欢的 剩下的份给大家哦 小月亮你真是太好了 手工箱 十块钱一个同手无筋 谁要啊 王大和 我杀了你 你说 我这会是男孩还是女孩 看你肚子没什么动静 应该是女孩 小月亮怀孕了 她不是没男朋友吗 她为什么问音音怪 难道 我跟你说 小月亮她 小月亮 听说你和音音怪 隐婚生了个女孩都上学了 现在还坏了霸天的孩子 不 不知道说点啥 圣诞快乐 前两天我眼红听音怪 有这么多可爱的宠物 就买了这个能付出宠物的玩具袋 可我努力了整整两天 好无动静 这不是有说明书吗 哦原来有说明书 那就很简单了 这么厚的说明书 还全是英文 我哪看得懂啊 这不太好听了 假笑随便都弄 要是付出一个手八卦 再给我那和好了 他就叫我了 不会再叫妈妈吧 拉倒吧 就你这样 她顶多叫你笨笨 带发红光了 红光 谁要干嘛来着 对了 我妈冷了 来快到妈妈怀里了 P A T 哦 盘他 哎 别跑 他怎么还没动静 这么久 就是哪吒也该出生了吧 哎 来了来了 我有孩子了 妈妈 我要到妈了 祝你生日快乐 哇 是个男孩 他还有翅膀 我宝宝都有了 是不是可以请假大娃了 老板 我要请产假 就是大新的那种 你不是去请他的吗 怎么回来了 别提了 老板说 我的脑子不是脑子 他好搁的猪脑 我还是好好在这里照顾赛班吧 据说 贾宝玉出生的时候还很快遇 你看看我们赛班 出生 自带 叔子 波浪鼓 奶瓶和小娃娃 给微尿赏了多少钱 赛班 挑支舞 搞臭了 再来 我去 你的孩子眼睛死了 我只听过眼放绿光 没听过放死光的 别慌 赛班只是饿了 怎么觉得你家孩子长得像小鸡一样 听见没 又说小鸡 什么都我家赛班都能模仿 看这模仿的 显示就是小绵羊本羊 小绵 你过来一下 这玩意儿的翅膀怎么长得跟丁丁似的 有意思 赛班怎么不见了 赛班 赛班你在哪里 赛班 你去哪了 我给男神发消息问他喜欢什么 他给我发了张图 我觉得他是在暗示我 他喜欢鱼 这图上哪有鱼 在这里啊 只要我养了鱼 是不是就能和我男神结婚了 现在的小年轻都不会正常交流了吗 幼稚 要不 我也试试 你倒土干嘛 你男神不喜欢鱼赶种花了 不是啊 这是魔法鱼 只要不中家属就可以浮出鱼了 土里也能浮出鱼 那我是不是能在马桶里游泳 你怎么这么喜欢马桶 这样吧 如果我在一周内浮出小鱼 你就去马桶里游泳 赌就赌 我上海滩合格 从来就没在打赌上输过 你们想看后续吗 我终于孵出来了 你又孵了啥 你忘了我和王大河打赌的魔法鱼吗 如果我在一周内孵出小鱼 你就去马桶里游泳 骑士鱼乱就在那土里 只要加入纯净水 两天不到小鱼就孵出来了 我的鱼长大了可是五彩斑斓的哟 男神肯定喜欢 你这鱼大的你男神都不一定能看见 没关系 看我把小鱼喂成海王 拿出风年虾和生态岩 先到十号升纯净水 他胖二勺 这是大小勺 大头咬半勺岩 小头咬虾乱 等上一天 我的风年虾就能孵出来喂鱼了 看我这虾孵出来了 你拿鲜围镜来 我都看不出这是虾 虾不再大能吃则灵 办公室卫生要注意 这什么脏东西赶紧扔了 赶紧扔了 我的鱼 这下看不到王大河在满头里游泳了 今天我发现中场有一封神秘信件 如果你能在五天内 拼成世界最难拼图 你就有使用这张车票的资格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天啊 这可是我十岁一台的梦想 这是世界最难拼图 不过有几千块吧 这么小个袋子装得下吗 12345 什么嘛 才29片 就这还世界最难拼图 我分分钟就能拼完 大哥教你们 拼拼图要先把四个脚找出来 12345 是我眼花了吗 这居然有五块脚 我感觉我手要戳进了 头要戳进了 眼睛要戳进了 疼了 疼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河下面就河不上 亲爱的 断掉了 断掉了 我 我疼了 你 啊 我疼 安不进去 我不行了 我没有耐心了 我真的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我受不了 我会死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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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走了 不漏了 那是不可能的 我又醒了 我又醒了 世界最复杂拼图 我居然就只花了一小时不到 你们大哥 我果然是测评的天才啊 那这张车票 我岂不是 咦 你是谁啊 听说很多播主 去印度吃小吃 肚子拉穿 我不信 球之技能点满的我 立刻买了 摔摇巴巴巴 同款印度小吃 难道不应该去印度 亲自尝尝吗 你给我钱啊 袋子里是偏硬的面片 还赠送了灵魂调料 先把面片放进锅里油炸 哇 真的变成球球了 现在我们给调料冲水 哇 好臭 小月亮 怎么那么臭 你 你是拉肚子拉摄影棚里了 我 我没有啊 还敢狡辩 我 你居然敢拉碗里 不是你听我 这不是小吃吗 怎么比分水还臭 难道和臭豆腐一个原理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小月亮 你没事吧 我感觉 我吃过香了 说实话 这个面球尝起来很香 只要不配这个汤料 应该能做成不错的小吃 这是我特制的馅料 放了黄瓜 糊泡泡 糊水肠 再咱们大天朝特产榨菜 放进球球里尝尝 外壳酥脆 馅料口感丰富 厚实又鲜香 这可比原来的好吃多了 下次我还要测瓜美食 做啥 嗯 仰望星空 你对美食理解 真到位 大家好 我是朱莉小月亮 今天又是我代班 我封舍夏老师之命 买了100个 惊喜小快递 据说有人开出了 白金项链 这种事怎么能 少得了我这种欧皇 说不定开出一个 大红包 分分钟我就辞职了 嘿嘿 别废话了 赶紧开吧 哦 哇 第一个就是100块 我简直就是欧皇本皇 不可能吧 拜托你仔细看看 这是假的好不好 居然是教材专用 羽们 但是假的都来了 真的还会远吗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么飞吗 算了 今天开到垃圾 都给老板好了 让他吸收我 全部的飞气 哇 100块 我三个月都不犯钱 都有了 那你还给老板吗 他想的美 今天开到垃圾 都给老板好了 这是什么 这不会是车车中的 保时捡车钥匙吧 哇 我发达了 我等会儿就去找店家对话 现在 我要先去找老板辞职 这不就是个打火机吗 小月亮你快回 告诉你 狗老板 我收购了 又抠门又不靠谱 生意生意做不来 就会欺负员工扣工资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小月亮 这是个打火机啊 小月亮 你压到我头发了 你个胖熊 你又胡说 你猜几根头发 我能压到吗 我跟你拼了 别别别 告诉你个秘密 睡前上大号 能瘦 真的假的 我现在就去 你不上大号 我怎么吃饭 这蜂蜡酸酸甜甜的 满满较圆蛋白 我现在应该只有15岁了吧 你居然背着我吃东西 你也太快了吧 嗨 你妈和一男的在门口说话 我就没敢去 什么 男的 妈 你到晚上和哪个 不要脸男的说话呢 爸 我好痛 是因为一口无骨蜂蜡 你却暗算我 这蜂蜡太Q弹了 你不是说 你要减肥吗 再给我一口蜂蜡 我立刻减肥 推 胖